感情的事不能勉强 我觉得我们各方面都不合 哪对夫妻一开始就很合呢 都是互相配合对方 多惜她是有点优柔寡断 也太善良了 她虽然是我女儿 但是她常让我很生气 她也非常的固执 没错 她是牛脾气 这我都知道 固执这样 她很不会看情况 我看她跟我妈有点生疏 为了让他们变熟 所以我带她去我家 但是她 真是的 她应该乖乖地 坐着对我妈撒娇 但她却一直窝在厨房里 洗碗洗了一整天 我真的是快看不下去了 是 是吗 有这种事 我今天就有话直说了吧 多惜她的条件 并不是很好 学历本来就不好 再说 既然我都愿意 接纳她的条件了 但是 她的自尊心又很强 既然这样 她应该学东西 培养自己的实力 或是培养一些 女人的魅力也可以啊 请问您要去洗手间吗 我要回家了 你 这个坏家伙 什么 你这个欠贬的家伙 你刚才说了什么 什么 她的条件不好 她哪里不好了 现在这个社会 哪有比多惜更善良的人呢 还有 你家人算什么呢 居然在结婚前 把我的宝贝女儿叫去你家洗碗 不是我叫她去洗 是她要 小啰嗦 算了 我现在发现 把我家多惜给你 咋着 太可惜了 现在你哀求我把多惜给你 我也不答应 我不要 你把腿放下 怎么敢在长辈面前 翘二郎腿啊你 行政高考 考过那个有什么用啊 装了一脑袋的屎 没礼貌的家伙 丽TV 历史线上影视 我会儿的家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